彩绘的动漫版 破例是大人又美丽又帅气 是否让您眼睛为之一亮 也想停下来拍照打卡呢 为了协助警察局第三分局 宣导反毒防诈骗 身兼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基隆警友站第三办事处主任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埋合安乐区紫云宫 请专业壁画师在第三分局 建物侧边和大门口旁边墙壁 画出动漫式的彩绘 希望更加吸引民众的目光 让警方反毒打炸的治安目标 更加深入人心减少犯罪发生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我们欺读的三分局变漂亮了 那这个三分局可以说是号称 现在我们台湾最漂亮的警政单位 那因为我就是一直在发想说 怎么样让我们城市变漂亮 怎么样注入一些新的元素提醒乡亲 那所以我跟这个三分局的分局长 还有警察局局长沟通 就是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有画这个漫画风 就是反毒打炸的一些漫画 提醒乡亲能够就是在这方面多注意 那我们这个政令宣导的话 就是希望说借由民众常常来打卡 那希望说借由民众一起来宣导 我相信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效益 会一定会失半功倍 这个经费的来源就是我当年 我当时是跟那个我们的子云公 这个公主还有这个我们的相关 就是相关的委员跟他们讨论 他们愿意来认养这个画作 那也一起来回馈我们地方 杨秀玉欢迎民众经过第三分局时 来跟帅气的男警和美丽的女警合照 一起为治安努力 让警察分局的反毒打炸宣导更有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